入秋后总感觉胃不太舒服 今天花了70块钱买了一个猪肚 我们来分享一款特别好喝的猪肚汤 新鲜的猪肚里面粘液特别多 先用清水冲洗干净 然后再用淀粉和盐抓洗几遍 可以很有效的去除异味 洗干净了再来焯一下水 猪肚冷水下锅 加入姜片还有白酒可以去腥 小大火煮开 水开再煮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捞出来清洗干净 不要煮得太久 洗的时候我们顺便把这里的白膜 还有黄色的部位刮去 用小刀轻轻一刮就去掉了 再次清洗干净就可以切成块了 不要切得太小 等会包好的时候它还会再缩的 现在我们来起锅热油 然后把我们的姜片放进来炒香 接着加入一些胡椒粒 在这里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小技巧 猪卤商呢想要包它奶白奶白的 我们就可以先把猪卤先炒一下 然后再去包 把猪卤放进来 翻炒一下 把猪卤炒香的时候呢 把猪卤加进来调大火 给它煮炖五分钟 煮了五分钟可以看到这个汤了 已经变白了 现在给它长到砂锅里继续包 大火煮开整小火先炒五十分钟 时间到了再来加入一些铁棍山药 继续包三十分钟 猪卤汤煮好了 最后再加一把枸杞 然后调一下味就可以喝了 再次煮开我们这一锅好喝又脑味的猪卤山药汤就做好了 看一下这个汤呢特别的奶白 超级香哦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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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火 我可以熟一下 要应该能够尽一下 神椎 这种被灯牙 4个 2个 5个 100个